大家好 我是頭盔 一場混亂的愛情遊戲 摧毀了兩個不幸的家庭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件案件 在當時引起了全球華人的廣泛關注 也成為了中美司法界的一大難關 這件案件在征破後的半年時間裡 雖然明知道兇手是哪一個 但依然未能將他緝拿歸案 而網絡上議論紛紛 全部都呼籲兇手去自首 而在這樣的壓力下 這件案件究竟能否打破僵局呢 以下我們將時間回到2014年 去看看這件案件裡的詳細情況 2014年9月26日 美國愛河華州成交的一個居民報警 他表示小區停車場裡的一輛豐田汽車 在這裡已經停放了很多天 而近期還散發出陣陣的惡臭 情況顯得特別詭異 當警方到達現場後發現到 房車由外表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但就可以肯定那股藍物氣味 是由車尾箱裡散發出來 他們用工具叫香後尾箱 看到一件奇怪的行李箱 而將行李箱打開後 竟然發現裡面是一具高度腐壞的遺體 警方立即拉起警戒線 並通知法醫來到現場 經過初步的檢驗 受害者年齡大約20歲左右 女性 亞洲人 離開世界的時間大約在9月6日午夜 至7日凌晨 而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有外力令到窒息 以及鈍氣的擊打 事情是屬於一件謀害案件 圍體呈現摺疊的狀態 頭部包拿着毛巾 在其旁邊還有一個15磅重的啞鈴 而警方還在後排的座位上 找到一張飛機航班的行程單 起飛的時間是9月8日 而乘坐飛機的人的名字叫做李向南 而很快就經過法醫的鑑定到 受害者就是一個失蹤了20多天的中國留學生 他的名字叫做肖童 而這名叫做李向南的 正正就是受害者的男朋友 所以警方判定23歲的李向南 有著重大的作案嫌疑 然而當警方準備逮捕李向南的時候就發現到 原來他早就已經在9月8日 登上了飛往北京的航班 這樣來說的話 案件的線索中斷 案件的推進受到阻擬 因為中美之間雙方並沒有任何引渡的條例 再加上雙方漫長複雜的司法程序 如果想將疑犯緝拿歸案 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負責這件事件的地方檢察官 也對這件案件的前景表示悲觀 時間到了2015年2月 警方經過充分的調查取證 美國警方決定以一級的謀害罪名 對於李向南發出國際通緝令 然而美國警方不知道的是 李向南在2014年9月回國後便消聲匿跡 仿佛就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而在另一方面 肖童的家人和朋友 就在網絡上發起了尋找真空李向南的活動 經過媒體的大肆報道 案件持續發酵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件事 網絡上的朋友紛紛都轉載信息 並且呼籲作案人投案自首 而這樣其實肖童和李向南之間 他們兩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而他們兩個又是怎樣去認識 繼而成為情侶呢 而最後又為什麼會以這樣的結局而收場呢 李向南1991年9月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 他的爸爸李健培是一名警察 而媽媽就是做一些小生意 2011年7月份 在上海建橋學院讀大學二年級的李向南 他看到很多同學都出國深措 考慮到自己所讀的學科並不熱門 於是他就紋身了留學海外的念頭 因為這樣不僅有一張外國的文憑 而且也能夠出去見下世面 李向南家境富裕 他提出想法之後父母雙手贊成 而為了解決言語上的問題 兩老幫助兒子 在北京某一家知名的培訓學校報名 參加了一個短期的英語強化班 而就是在這間學校 他遇到還在讀高中的肖童 初次的海後 李向南就對眼前的一個身材高挑 微青木獸的女孩子一見鍾情 肖童 1994年8月出生於遼寧省大連市 爸爸是一名公務員 而媽媽就是家庭主婦 肖童從小到大聰慧個人成績優異 很喜歡藝術 也懂得彈鋼琴 上了高中之後 他和一名關係要好的男同學 相約一起參加了奧數培訓班 兩個人計劃希望能夠通過比賽 獲得到保送大學的名額 然而男同學成功得到名額 但是肖童就名落孫山 而在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就建議他出國留學 並且將他送到北京上了英文培訓班 而就在北京的那一段時間 李向南對肖童展開了熱烈的追求 起初肖童並沒有看得上李向南 他覺得這個男子十分瘦弱 身材也不算太高 但是李向南就秉承著 精神所致金石為開的精神 對肖童展開了死纏難打 每一天都會主動請教肖童一些問題 然後就以報答他的藉口去約他吃飯 不過儘管李向南的攻勢如此劇烈 一直去到培訓班結束 李向南仍然未能得到肖童的放心 時間到了2011年10月份 李向南為了一解雙思之苦 獨自坐飛機由上海飛到大連 為的就是去見一見肖童這位女孩子 而這次肖童終於被打動 兩個人約定一定要考上美國的大學 而回到上海之後 李向南又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一樣 他日以繼夜地去學習英語 而在這樣的努力之下 在半年的時間 李向南終於拿到 美國紐約羅切斯特里公學院的 取錄通知書 而遠到重陽身處異國他鄉的李向南 當時只能夠憑著網絡 去和肖童互相傾訴 以解雙思之苦 2012年9月份 肖童高中畢業 他以優異的成績 考入了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化學工程系 而當知道這個消息的李向南 他比肖童還要激動 李向南提前去到機場迎接肖童 並且幫忙他整理行李 安排住宿 以及幫助他購買日常的生活用品 不過雖然他們兩個都考入了美國的大學 但是其實兩地的距離足足有1800公里 不過這一切都是抵擋不住熱情如火的李向南 每逢去到週末或者放假 他都會連夜開車 千辛萬苦返回到肖童的身邊 不過時間一久了 李向南都是覺得來回奔波太過麻煩 而他也沒辦法忍受只有週末能夠見到肖童 他很希望每一天都和肖童一起 於是李向南向學校提交了轉學申請 沒多久他就轉校去到愛荷華大學 距離少童的學校只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從此之後兩個人就經常約會 他們一起去看電影 一起駕車兜風 走遍愛荷華州每一個景點 在這個時候的李向南覺得 與少童的關係十分親密 不過當甜蜜和激情慢慢散去 一切都歸於平淡的時候 兩個人的矛盾開始出現 少童十分愛向 熱愛社交 經常都會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 他很喜歡唱歌跳舞 又喜歡彈鋼琴 而且對雕刻也有著濃厚的興趣 所以他很快成為了學校華人圈裡的風頭等 隨著接觸的人越來越多 不少男孩子都對他傾無不義 而這一切在李向南看在眼裡非常憤怒 而根據李向南在大學的朋友透露 李向南性格十分孤僻 不太喜歡與別人交往 朋友也不算太多 他不住在學校的宿舍 而是單獨在外面租了一個單位 很多時李向南都是選擇和少童兩個在一起 所以每當有人和少童走近一點 李向南都躁意十足 少童去參加社團活動的時候 李向南有一隻手在外面 而這樣的壓迫式的交往令到少童深深不悅 他覺得自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空間 而為了看著少童 李向南後來乾脆直接搬入到少童的宿舍 而他這樣的舉動引起了其他室友的不滿 因為畢竟和一個男生去共處一室 實在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並且李向南從來都不會打掃衛生 也不肯去分擔水電煤氣的費用 少童知道大家都不喜歡李向南 所以兩個人經常都會選擇去到外面的旅館去約會 但是即使是這樣 李向南仍然覺得缺乏安全感 少童的室友曾經向少童表示 李向南實在太過沒有自信心 佔有肉液強 根本就配不起少童 而少童也都向室友表示 自己都是喜歡高中時候交往的那一個男同學 並且向室友明確表示 李向南並不算得上是自己真正的男朋友 目前只是大家的關係走得比較接近 而在這一段不對等的關係之中 李向南越陷越深 他在少童的社交平台上瘋狂留言 但是對方又從來都沒有回應過 而有一次少童無意間發現李向南 在自己的手機裡安裝了定位軟件 他發現到之後非常生氣 兩個人爆發了劇烈的爭吵 李向南心底裡非常屈滿 他覺得自己當初努力讀書 考上了美國的大學 就是為了能夠和少童在一起 不過少童對他忽懶忽熱 而且也不會主動去理解李向南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李向南的媽媽因為生意經營不佳 在經濟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媽媽希望李向南早一點回國 而在這個時候李向南的學分 基本上都已經完成 於是他就答應媽媽拿到畢業證書之後就回國 當李向南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少童之後 希望他都能夠和自己一起回國 但是少童聽到之後面帶不悅 向他表示自己才是大學二年級 距離畢業還有一大段時間 況且他準備繼續深掃 短時間之內並不準備回國 李向南就認為 如果自己首先回去中國 他們兩個天各一方 少童一定會變心 於是兩個人又因為這件事 開始了無此境的爭吵 一個月之後少童提出分手 李向南聽到之後非常生氣 不斷質問對方原因 時間到了2014年9月3日的傍晚 即將回國的李向南 再次打電話給少童 而兩個人結束通話之後 少童竟然忘記掛斷電話 而當時少童就和她的朋友 正在談論著李向南 少童向朋友表示 說她性格不好 又自私又貼身 而這些諷刺的說話 全部都被李向南聽到 而令到李向南的心靈 徹底粉碎的是 少童向她的朋友表示 自己從來都沒有當她是一個男朋友 由始至終都是李向南一廂情願 這句話令到李向南瞬間 墮入了無盡的黑暗之中 心底裡十分之掙扎 也十分之憤怒 從而心底裡紋身出一個意念 就是既然得不到 那不如親手毀滅吧 去到9月5日 李向南提前買好了8號回國的單程機票 並且在商店買了一個雅鈴 放在車尾箱裡 而在當日的傍晚 李向南照例去接少童共度週末 兩個人去到經常去的旅館開了一間房 而在這最後兩天裡 李向南心情十分複雜 時間到9月6日深夜 李向南用一條毛巾拉住了少童的頸部 然後又用雅鈴重擊她的頭部 最終令到少童窒息失去呼吸 9月7日凌晨 李向南趁著夜蘭人證 背著少童的遺體離開了旅館 然後就放在座駕的後尾箱裡 她原本計劃把遺體和雅鈴放進行李箱裡 然後就帶到河邊棄屍 但是去到發現河水太淺 只唯有放棄計劃 最後她把汽車駛到附近的一個停車場 然後就汽車而逃 在搭上回國的航班之前 李向南用少童的手機向室友發送短訊 向她表示說要去明尼蘇達州玩一個星期 叫室友不需要擔心自己 而少童的爸爸也收到女兒的訊息 就向她表示說自己近來功課比較多 過一段時間才會再和家人聯繫 時間到9月10日 李向南抵達到北京 然後她就購買了一張去廣州的機票 並且聯繫了當地的一位朋友 在三個小時後 兩個人就在廣州的白雲機場相聚 這位朋友是李向南在美國的校友 她很熱情地去接待了李向南 並且用自己的身份證 在賓館開了一個房間 然後又幫李向南兌換了一些人民幣 他們兩個在廣州玩了兩天 分別的時候 李向南還邀請她的朋友 有機會的話就來溫州探訪一下 在離開廣州之後 李向南坐車來到西安 然後就打電話給她的父母 將所有的事情和盤托出 並且打算去投案自首 但是她的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竟然是和李向南表示說 你首先不要慌張 也都不要走去自首 我們現在立刻趕來去到西安 一切等大家見了面才在下定論 他們一家人在西安會合之後 經過商議 決定都是首先躲藏起來 李向南的爸爸分別去了幾間銀行 提取了一大筆現金 交了給自己的兒子 並且吩咐李向南立刻動身 去到成都的親戚家裡躲避幾天 而過了沒多久 李向南又在父母的安排之下 去了一個更加隱蔽的地方躲藏 母親吩咐李向南向她表示說 以後出門口一定要戴帽和口罩 絕對不要和任何人有任何交流 買物品一定要用現金 在這件事未結束之前 千萬不要露面 我們兩老會定時去聯絡你 就是這樣你向南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少童失蹤半個月後 失誘察覺到事情不尋常 她將當時的情況向學校反映 學校也隨即發布了尋人啟示 並且隨即聯絡了少童父母 女兒的突然失蹤 令少童父母十分著急 她們在網絡上發布尋人啟示 也聯絡了所有和自己女兒有關聯的人 也有打電話去李向南的父親 去詢問自己女兒的情況 但李向南的父親又向他們表示什麼都不知道 一直到9月26日 美國警方在車尾箱發現少童遺體 並且在他們兩個人居住的旅館裡 檢測到有DNA的反應 李向南作為最後一個接觸少童的人 因而有著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現在擺在眼前的困難就是 李向南已經潛逃回國 中美之間又沒有任何的引渡條例 究竟如何才能將她乘之於法呢 時間到了2015年 少童父母接到美國愛河華警方的電話 向她表示將會議一級謀害罪名 去起訴李向南 並且懸紅1000美元 去獎勵能夠提供到線索的人 而在國內這一邊 這一件案件在網絡上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大家都議論紛紛要求李向南盡快出來自首 到了2015年4月 溫州警方非去到美國愛河華州 與美國警方合作收集到更多的證據 並且溝通後續審判的相關事宜 然後溫州的警方多次去與李向南的父母商議 希望他們能夠早日交出自己的兒子 如果他願意自首 法官就會著情地考慮輕盤 但如果選擇抗拒不合作的話 這樣等待著李向南的只有極刑的審判 時間到了2015年5月11日 躲藏在青海某個牧民家中的李向南 他披頭散發 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向警方自首 值得一提的是被拘捕後的李向南 他向警方講述了另外一個版本的愛情故事 他說自己對肖童一直都是情有獨鍾 但是肖童就不會專心一意 經常都和其他男生去約會 在2014年9月5日的那個週末 李向南想盡力挽回這一段感情 他跪在地上懇求肖童不要離開自己 但是肖童就面無表情地向他表示說 自己已經喜歡了第二個男性 我們都是結束這一段關係 如果你接受不了我們分手的話 這樣星期一至星期五 我就和新的男朋友在一起 去到週末的時候我就可以抽時間去陪你 李向南繼續向警方表示 當時他看著肖童竟然能夠如此輕鬆地說出這些話 覺得自己徹底被欺騙 究竟為什麼自己會喜歡一個不知廉恥的人 他壓制不住內心的憤怒 然後兩個人就打起來 李向南向警方表示 邵童當時用枕頭掩住了自己的臉部 令到他呼吸不到 所以才被迫還擊 錯誤失手令到邵童失去呼吸 不過根據李向南的朋友的證供 在案發之前李向南曾經問過自己 一個人如果失蹤 警方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夠找到他 而邵童的同學也作證 表示李向南的佔有欲很強 只是單單希望和邵童獨處 他會排擠任何接近邵童的人 甚至乎包括女同學 在法庭上李向南對著邵童的父母 當眾下跪然後重重地扣了一個響頭 他說自己因為實在太愛邵童 害怕失去對方 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 欠他的懲債只有下輩子去還 時間到了2016年6月22日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已故意謀害罪名 判處李向南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且判處李向南的父母 向邵童的家人支付200萬美金的賠償金額 原本是兩個豐華正貿的海外學生 竟然是因為一場悲劇的愛情 因而斷送彼此的大好前程 對於兆童來說 這一段戀情或只是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 但在李向南的邏輯中 自己付出了感情 就必須得到等價的回報 否則的話就是背叛 今天兆童的案件來到這裡結束 大家聽完之後 相不相信李向南的證詞呢? 你們又覺得李向南的父母 需不需要負上法律的責任呢? 歡迎在下面的留言說下你們的意見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好 以及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參與案件的討論 因為這樣能夠幫助到 《頭盔說案》這一個頻道有更好的發展 我是頭盔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吧 拜拜